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我的视频之前,给我点一颗小爱心 您的每一个鼓励都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说起我们这个肾脏啊 它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 被称为人体的清洁剂的 所以我们的肾脏起着一个清洁泄液毒素 以及在吸收营养的一些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人体每天都在新陈代谢 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 那一般都会产生很多的废物还有毒素 那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害的 而我们肾脏也可以清洁这些废物 将一些废物,一些垃圾毒素 全部通过尿液的方式排出体外的 它不仅可以保留我们身体中的多种营养元素 还可以使人体内的电解质保持平衡 可以防止脱水 所以我们肾脏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 是人类十分强健的一个体观之一了 它可以推动我们基础的一些代谢 推动一些有毒物质给它新陈代谢 所以也是十分关键 比如说我们肾脏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身体就会导致一些紊乱 导致一些毒素没有办法正常排出体外 那对我们的健康那就会导致久而久之的影响和伤害 所以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养护我们的肾 保护我们的肾脏 根据一些在加拿大工作新闻报道了 每天要多吃一些香菜就能够很好的给肾脏给它排毒 当地的自然疗化医生都特别介绍 所以我们这个香菜它可以移除我们身体的一些毒素 还能够保持我们肾脏的健康 用香菜来给肾脏排毒的最佳方式 我们可以用这个汁水 就是香菜的汁水来给它调理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 我们首先要准备几颗这种香菜也不需要太多 那我们给它洗干净 清理肾脏的一些垃圾还有毒素 那用香菜它对我们调理是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 它可以促进我们肾脏细胞在身 可以提高我们肾脏的排毒能力 可以阻止多种一些毒素一些堆积 所以很多人啊 平常都把一些新鲜的香菜给它洗干净之后 然后给它捣碎给它切碎都是可以 可以取出这个汁液 然后加入一些纯净水 矿碎水给它稀释一下 那我们直接可以来饮用 那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毒的效果 能够防止我们肾功能的减退 也能够防止一些肾炎 慢性肾炎的花生 所以香菜不仅能够提高我们肾脏的功能 还能够防止一些药物 有毒素对我们人体肾脏产生的一些伤害了 或者有的人已经出现了一些肾炎 肾虚的症状都能够用香菜给它调理能够减轻 所以我们肾功能不全或者肾脏已经损伤 那就会出现了腰气酸软 一些肾功能性欲性功能都减退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香菜给它洗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煮水来喝 另外这个香菜还可以促进我们周围血液循环 非常好的效果 有一些人体质寒性都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香菜 能够改善我们手脚冰凉的状状 那香菜给它洗干净之后 我们可以给它切碎 或者切成小段 然后帮忙给它钻入我们盘中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准备一些黑豆 我们也不需要太多 大概准备30克50克的黑豆就可以了 在以前那个古书上 《本草高木》有说 黑豆如肾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治疗消肿下气 自风热耳还有活血解毒 根据中医的理论 黑豆有活血沥水 能够气风解毒的功效 所以黑豆也是百毒不清 效果会长得好 黑条中下气可以解毒沥尿 有效的缓解一些尿频 腰酸 女性白胎异常 一些腹冷 一些症状 可以治疗 肾经亏虚 虚化皂白的一些症状了 有很好的调理我们肾脏 补肾氧血的功效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黑豆我们可以一起换进来 那我们黑豆要换进来的话 要洗干净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浸泡个半个小时 那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浸泡好的黑豆 一起倒入锅中 泡黑豆的水啊 也要一同给它放进来 那我们可以加入一些适量的清水 用大火可以把它慢慢的烧开 那烧开之后 我们可以转中小火 这样子继续给它炖煮个20多分钟就可以了 当然了 当我们慢慢的调理 那经过一段时间 那你就会感觉到胜功能会有所提升了 当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再把切好的香菜一同给拿到进来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 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动动你们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可以在底下留言加一了 那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那10分钟之后 我们这个黑豆香菜 这样子这个汤水就做好了 现在一些中医都认为 香菜可以促进蟹叶循环 效果是非常的好 研究发现 这个香菜看可以消除一些蟹叶中的有害物质 所以我们经常吃一些香菜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肾脏排毒 有花表透枕的功效了 那治疗一些麻疹也是非常的有奇效 黑豆香菜啊 这样子煮水来喝 那每天我们可以喝一杯 那一般给它喝个一个礼拜 那就能够将你肾脏所有积累的毒素啊 这样子经过我们尿液 给它完全排出来 经常喝这道黑豆香菜水 所以能够非常好保护我们的肾脏 可以排毒 也可以缓止一些肾脏积累的毒素堆积了 同时能够补肾养血 维持我们肾脏的健康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好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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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